来泰州,尤其是到了黄岩,您要问哪家餐厅好吃,十有八九的人都会推荐龙燕,这我可不是瞎说啊,凤凰啊,金屋铜二型餐厅可不是开玩笑了。 上一次来泰州吃了回克隆海鲜,当时就被那的海鲜池给震撼了一下,龙燕呢,一个老板,相比克隆海鲜又上了一个台阶,您看这的海鲜池和点餐区, 吃饭前,我足足逛了半个多小时,海鲜食材真是看不过来,大厨们现场烹炒,我寻思着也偷学两手呢。 今儿的第一道凉菜就很地道,凤爪四件拼鱼饼,一道菜多重味觉体验,凤爪的卤香爽嫩,鱼饼饼的鲜润弹牙咱就不说了,这个四件真是一下就被征服了, 所谓四件就是压长卷起压心压肝和压针定型后进卤,太绝妙了。 捞汁东海熬虾,主要呢就是看食材的鲜度,虾肉去壳流肉,浇入灵魂捞汁,入口鲜嫩Q弹,绝不熟挪威或者什么南极的熬虾啊。 鸡棕酱白水羊豆腐,这个可把我惊艳着了,白色盘里是一汪黑色酱汁,整枚白水羊豆腐三分之一个身子进入,鸡棕军做的酱汁于豆腐上,煞是好看。 一勺快下去,入口咸鲜中香嫩爽脆,鸡棕的香和酱汁的香交叉于舌尖,太绝了。 本来看酱汁的颜色以为会很咸,实则是炙鲜,对了,白水羊是个地名啊。 手撕呛焦白这个菜我们在回员区的美食空间里和大家分享过了,但这个做法不是用的糟炉,是自制的白卤水,焦白脆嫩的很,回口还有一丝甘甜。 辣木苗拌本地海瓜籽,没啥说的,山海之约,妥妥的下酒菜。 川味原汁牧鱼真是让我见了就走不动道的菜啊,这个也是台说的传统菜,牧鱼汁和牧鱼糕烧成酱汁,与整条牧鱼同煮入味。 而今天的这个呢,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四川红油大底,色泽上更跳跃,入口肥厚软糯,微麻而不辣,这个改良我可以给满分。 汤羹是土鸡汤煮酒香旺潮,满满一盆旺潮端上来就已经咽口水了,而且这种形态的旺潮是生活于更靠近贪图上的。 海里的那种旺潮可以随波逐流,不用怎么运动,它们则不行,总之吧, 这种旺潮的肉质更脆嫩紧致,坠入煲了八个小时的老鸡汤中,瞬间收缩,点睛之笔是嫩韭菜和雪菜末,一口炙鲜无语伦比。 蒜香干煎肥肥肠沙蒜,又一种沙蒜的新吃法,大蒜子与青红椒爆香,加入干煎的沙蒜和肥肠头,祸气十足,干香与干香之间,我这个不善饮酒之人都想来二两了。 大汤野生黄鱼端上来,咱先不论黄鱼是不是野生啊,这种大汤的制法我最喜欢。 尽管黄鱼是切断的形式,但一看切面就能感知到它的新鲜,关键是搭配的诺基基的手工年糕,小圆球形状看上去就那么可爱, 在鱼汤里浸煮,或者直接蘸红糖吃,不同的滋味口感都是最惹人的存在。 老姜咸肉焗腌仔蟹,听名字就好吃,老姜和自制的咸肉铺底,黄狼的少女蟹置于其上,所谓少女蟹啊,就是再推一次壳就是真正的母蟹了。 用柑橘的方式,让蟹自身的汁水和老姜与咸肉,预热形成的气体,再赋于蟹身,是一大口蟹肉甜润,蟹膏风鱼的迷醉。 跳鱼烧金丝雪菜,看上去卖像一般,但这就是跳跳鱼的特质,它也因《舌舌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播出而更加出名,和雪菜里品种最细的金丝雪菜同烹,我觉得是一种相互的成就。 香肩手雕带鱼,这道菜应该大家在很多地方都能吃得到,但能做到真正甘香四溢的真的也是不多。 这个带鱼一定要用周穿的小眼带鱼,才能达到肉质更细腻的标准。 黑虎虾臭豆腐是龙眼独有的一道菜,厨师也真是脑洞大开,绍兴臭豆腐裹入馅包的黑虎虾仁,浮以吐司面包一起炸烹而得,轻蘸辣酱,唇齿触碰间一口咬下,臭香里又有鲜滋味,趁热吃,真是无敌了。 接下来的几道蔬菜也是各自妖饶,咸鱼蒲瓜是周山咸黄鱼和本地原蒲瓜同烧,这个是半汤菜,咸鲜清香,尤其是咸黄鱼特殊的咸鲜味,蒲瓜吸附之后的味道更加曼妙。 双高酱沐鱼大白菜也是极妙的体验,沐鱼切薄片与大白菜菜心部分的菜帮同炒,沐鱼糕与虾糕的味道完全融入,没想到夏天的大白菜也能如此清点,光这一个菜我就能下两碗大米饭。 加烧猪肉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地把佛肉瓜叫猪肉瓜,而且本地的这个佛肉瓜是白色的,皮更薄,水分也多,至于加烧的做法就是在家里怎么做,这也就怎么做了啊,放点猪肉片怎么炒都好吃。 最后还有重头戏,肉末炊饭,您看这气势,满满的一袋龙屁糯米饭,据说泰州人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上一道炊饭,寓意着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熟糯米揉成小球状放入碗内,浇上肉汁,这个肉汁看上去和卤肉饭的汁很像,但这个更清雅,汤汁更宽,不是收汁的那种,轻拌入口,咸鲜,软糯煎,我忍不住,又加了一勺肉汤,这个是咸吃, 吹饭还有一种甜吃,就是把吹饭手握成型后,放入当地的红甘蔗糖,攥紧,一大口咬下,您看美食家董哥平老师,一直说血糖糕不敢吃,我看老师把整个一枚一点也没客气的全塞嘴里了,真的这个多诱人啊。 收尾的甜品,白酒酿草糊,这个我觉得应该只有在泰州才能吃到吧,草糊是石莲和甘草在一起,再加一些其他的食材煮制而成,用酒酿提味,我吃的呢有点像桂林糕,样貌也像,也是微苦,反正当地人都说他是杰鼠神器,我一下全给干掉了。 这餐饭吃起来感慨良多,我觉得泰州的餐饮真是卧虎苍龙,期待能有更多的泰州菜餐厅,开到北京,开到全国各地,让我们都能就近吃到,至真美味。 泰州的餐饮真是太卷了啊,无论街边小馆还是夜宵排档,就算像顺季浦江会这种大店,要是每个名档点餐区,时刻估计也都不买账。 不过,这儿的点餐区也真是敞亮气派,幼州一层,海鲜,干货,蔬果,各自琳琅,看着就想吃。 上次咱不是在这儿吃了回食饼宴吗,反显还不错,很多朋友问这儿还有啥好吃的,这您可问对了,必须要在这儿吃顿大餐,我跟你说,人均300出头的店,您看值不值啊,环境咱就不多聊了,您扫一眼就得,就在泰州著名的网红街区,家旨老街深处,顺季浦江会呢, 从外观上看,也是古香古色,至于菜式嘛,以创新新台菜文明,也有粤菜风格的融入,可以说,泰州的鲜嗒嗒甜蜜蜜,诺基基的饮食风格,在这里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捞起虾酱海蜇,自然是借鉴了粤菜鱼生的吃法,海蜇熟致,完全规避了鱼生的风险,青萝卜,紫萝卜,榨菜切细丝,搭配香菜苗,芹菜苗和火红苗,与主食材海蜇的色彩相应生辉, 加入特调的虾酱汁,捞起,讨个好口菜,滋味满满,大臣岛原味吹虾,用的是大臣岛的鹰爪虾,所谓吹也是粤菜烹饪的一种技法,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蒸或煮,将食材制熟的方法,鹰爪虾鲜嫩肥美,汁汁带紫,上笼清蒸,完全经受住了对其鲜度的考验。 特色嗆高蟹,首先蟹得好,做出来才能满黄且色泽成红,吃一口是冰淇淋的口感,鲜润冰爽,蟹膏和蟹肉是那种嗖的一下划过舌尖,千斑滋润的感觉。 金汤果醋嫩莲子,这菜看卖相就赢了啊,湖北当季最甜美的莲子,去腥后,浇入特调的果醋,酸甜爽脆,清口下酒,超级的棒。 其他几个菜,像顺季卤鸭拼牛肉,乌鱼籽,醋鱼籽酿冬瓜,凉拌本地切户,也都各具特色,怎么讲呢? 就是这种凉菜吧,你看着食材相对都比较普通,但一上桌,就是有那种高级感。 今天的汤羹是山泉水炖青头菌,当下正是菌姑祭啊,青头菌也是最鲜美的时刻,以前呢青头菌都是炒着吃,炖汤的形式我还是第一次尝,别说, 是一种沁人心脾的味觉体验,清澈的汤底自带幽香。 主菜第一道冰镇旺潮,以前呢也是吃旺潮都是酸汤或者是浓汤清酌,冰镇呢也是第一次尝, 清点酱汁一口咬下,爆汁的感觉真的很奇妙,冷吃比热吃更清爽,也更脆嫩。 大红袍鸡油蒸野生黄鱼的美好在于,大红袍花椒和鸡油相混的味形,让黄鱼的鲜嫩加倍,味道由浅入深,回味感十足, 微麻更衬托出鱼肉的鲜甜,而且鸡油一点也不腻口。 红烧大陈辣螺肉应该是当地著名的特色烹炒方式,大陈岛的海螺并不完全去壳, 浮予蒜苗,姜蒜丁,焦白丁,干辣椒同烹,酱汁浓郁且包裹的恰到好处, 牙齿与舌尖配合,缩一口入嘴,没别的想法,赶紧再快一勺,放到了自己的餐盘。 酱汁烧溏心清高屑,用的是黄狼的清高屑,和刚才的生腺高屑相比, 虽说滋味各有千秋,但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关键是酱汁,不仅浓厚风雨, 同样是收汁紧实,哪还管服务员送来的手套,徒手吃才过瘾, 葱靠水库野生鲫鱼,说实话端上来我都没看出这是啥菜, 当地的整颗小葱铺满了盘面,挑开,发现鲫鱼被打一子花刀炸制后汤汁未烧, 有点葱烧海参的意味,但这种小葱的香气比大葱更淡雅, 香气停留的却更持久,自然收汁,妥妥的下饭菜, 腊烧沙蒜牛肝君依然是军孤季的美好,与著名的沙蒜爆炒, 这种搭配我也是开了眼见,饱了口福, 沙蒜和牛肝君各自爽脆顺滑的口感非常特别, 山海至鲜被辣椒挑起,绝妙, 花篮河豚鱼肝烧菜脯,这条菜也是山海之约, 花篮河豚肝应该就是海里的河豚鱼,相对更稀有, 通常我们说的河豚鱼当地人称为乌朗, 而菜脯我吃的特别像梅干菜, 也是用我们北方说的雪柳红腌制的, 总体来讲这条菜是属于既下酒又虾饭的存在, 浇汁泰州海鲜会,这菜真是妙啊, 海钓盐头虎去骨取肉,配上花虾虾仁, 橙子肉,章鱼与本地丝瓜和老人头君一起喂煮成菜, 鲜麻,咸,润,不同时代的味觉层次相互依微, 尤其是老人头君的鲜和海鲜的鲜,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吃了三种君子了啊, 鲜人烧,姜汁猪肚绝对是泰州最具特色的菜肴之一了, 有人说泰州人的脂肪都是生姜助就的, 姜汁调蛋,姜炒米,姜汤面等等不一而足, 尤其是这个姜汁猪肚,猪肚,猪脚, 鸡爪,黄花菜与干姜片和老姜片一起同煮, 那滋味,一口鲜汤辛辣中是一游为尽的叔叔, 市井会老穿豆,穿豆呢是当地的叫法, 其实就是残豆,吃嫩残豆的时间很短, 此时节做这道菜也只有老残豆了, 但一定要用发芽的老残豆, 按比例加适量的水,八角,辣椒,增香, 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味精和糖, 入高压锅,上汽后继续焖一分钟, 开盖,倒入竹婆罗控水,快速摇晃, 同时撒入葱花, 待残豆的淀粉释出到出沙的状态, 装盘就齐活了,软烂入味, 吃一口,绵软咸鲜, 残豆特有的香气, 一直在口腔里缭绕, 最后的素菜是台州蒲瓜鲜, 这个蒲瓜我觉得就是我们北方的户子, 加入咖喱,红虾仁, 咸肉,鸡油菌和韭菜, 用汤水加持, 哇塞,真是一口鲜上天, 主食是台州小吃品牌, 说是品牌, 其实是用大蒸笼上桌的, 这种河横感跨越了吹圆, 临海扁食, 方高, 灰清高, 乌饭麻糍, 羊高和包高的奢华, 每一口都是鲜答答, 甜蜜蜜, 诺唧唧的再现, 我最喜欢的, 真的, 还是这个吹圆啊, 一定要试一试, 真是顺序服装会的这一餐, 吃了个肚乖, 我觉得拿到北商国, 任何一家高端餐厅, 这都不输啊, 听服务员说, 他们对标的是某容器, 我觉得靠谱, 这事儿能行。 有日子没来鲁上鲁了啊, 上次来还是刚开业不久, 记得那餐饭刚吃完, 他就摘得了2023年米其林指南的一星, 主厨王浩全兄更是获得了当年米其林指南年轻厨师奖的殊荣, 所以友朋自远方来, 必须用浩克山东的气势再来吃一顿, 今天我们人不多, 但包间的服务一样也没少啊, 您看这餐布上的字, 喜江包, 您来, 您也有啊, 凉菜四道, 山东元素满满, 虾油蒜泥低温扇贝呢, 用的是长岛扇贝, 低温慢煮的方式不仅能锁住扇贝的蛋白质, 而且让它更加鲜甜和滑嫩, 张秋葱拌白云翠耳有点意思啊, 明显是鲁锅的猪耳头, 而且挑的都是带软骨的部分, 脆口清甜, 拌汁入味很深, 却丝毫不见汁, 妙, 青瓜拌戎城海螺是道传统菜啊, 郊东四大拌之一, 温拌技法, 青瓜打了花刀, 这样能更好的贴附拌汁, 呛拌围方萝卜皮, 真是很绝啊,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烟台苹果来羊梨, 不如围方的萝卜皮, 鱼子酱烤鸭山东煎饼, 这种吃法应该是卤上卤的首创了, 胃上, 片好的鸭肉坠入鱼子酱, 置于小巧的杂粮煎饼之上, 又看到熟悉的名字和报奖的话了吧, 鸭肉旁边呢, 是渤海湾的大虾做的脆片, 轻轻一卷, 入口就是唇齿流香, 极其过瘾, 别急啊, 这还没完, 传统卫型的烤鸭咱还没吃着, 人家在保持卫型的基础上, 用空气春卷的形式迭代了, 洋葱和青瓜丁与鸭肉一起裹入春卷, 还加了解腻的山楂条, 春卷上桌时, 再擦上白兰底鹅干, 炙热与冰冷交汇, 牙齿触碰间的清脆, 是入口计划与肥而不腻的交叉, 多重的味觉体验, 极具满足感, 今儿的汤是宾州梨醋会乌鱼蛋吃, 可以说是在传统的技法上通过调味将整体都有了提升, 入口顺滑, 乌鱼蛋的鲜在酸不见醋, 辣不见焦的调和里显得愈发跳脱, 绝了, 史创鹅椒葱烧石心海参, 这道菜是亚洲大厨区后大师的义子, 被大师授牌鲁菜飞夷第三代传承人的王浩泉兄的原创菜品, 用的是活海参, 融入了甘致海参烹制上的一些技法, 石心海参的经常都保折在了体内, 又加入了鹅椒, 在滋补的同时, 味道上也有稍微改变, 减了甜度, 但鲜度更浓, 汁名欠量, 拌大米饭太渴了, 简直是停不下来的感觉, 一鲁仙清汤大黄鱼端上来就那么诱人, 黄鱼的黄与宫廷游鸡鸡油的黄遥香呼应, 黄鱼用山东一鲁仙的手法腌制后, 鱼的蒜瓣肉更凸显, 入味也更深邃, 清蒸后, 鸡油和鸡汤的浓香融入鱼中, 鱼的鲜甜一融入汤里, 吃鱼喝汤感觉特别好, 九秒蒜爆烟台海肠这个菜我真是太爱了, 烟台传统的鱼家菜炒好了不容易, 绝对功夫菜, 拍蒜和葱段爆锅, 调味只加蚝油, 火要猛时间要短, 九秒出锅, 多一秒海肠就不脆了, 今儿这个炒的连蒜我都没剩下, 来周谢对虾酱烤飞馒豆我必须隆重推荐, 这个虾酱和一般理解的虾酱可不同啊, 准确的说应该叫虾蟹酱, 来周蟹和大对虾加上渤海湾特有的墨和铜炒, 那种香气和鲜度, 别说普通的虾酱, 就算一般的海鲜我觉得都无法比拟, 抹在每天店里炭火现烤的网口装馒豆上, 哎呀呀呀, 您就咋了吗, 我再怎么形容都不如您来亲自尝一下, 卤上卤爆炒腰块绝对是招牌菜, 您看样貌这地道是不是, 这菜在这儿呢是专人烹炒, 特聘的一个老师傅, 每天从选料, 刀法处理, 腌制直至烹炒, 全他一个人来, 别的不干就炒这一道菜, 您就说说地不地道吧, 长岛鲍鱼, 玉堂酱菜这个也深了啊, 我觉得每个美食大都市都会有一个著名的酱园, 而几宁的这个有着三百八十余年历史的玉堂酱疙, 风味尤其特别, 也加上卤上卤的后续烹炒加值, 价廉的酱菜和高档的鲍鱼同炒, 真是也是真的有想法啊, 而且鲜鲍加工后吃到干鲍的口感, 也真是有想法, 真的用心了, 整体来说, 酱香浓郁, 鲜润可口, 一点也不咸, 往热气腾腾的炭烤饼里一加, 跟您说, 不打包都对不起这个做法, 最后的主食, 您看, 吃了这么多碳水了, 还有主食呢, 主食和甜品都和冬瓜的驴相关, 驴肉灌汤蒸饺, 起先我是拒绝的, 但看边上的小伙伴吃那么香, 忍不住战醋来了一口, 哇塞, 真是天上龙肉, 地上驴肉啊, 太香了, 酸奶也是用驴奶发酵后, 有点类似奶酪的感觉, 浇上厄焦调配的一个糖浆, 鲜润浓稠绵密, 我觉得没有人不会爱上它, 这一餐真是吃美了, 而且服务同时在线, 我想不知道明年的米其林指南, 鲁上鲁会不会冲一下二型餐厅啊, 哇, 这是赶紧要盛米饭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冠军美食空间, 我们的动作是给您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黑珍珠一段餐厅, 我再喜欢的云三菜, 红铃帮切好的锅香吉叔, 今天又来了啊, 胡老师啊, 刚给我们分享完了健守青, 那我们今天来一个云南特别下饭的一道菜, 黑珍珠, 锅肉, 那给我们接着今天的食材吧, 来,您煮味, 好嘞, 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自炼的这个猪油, 自己炼的, 对, 还有这个市场上的这个猪肉末, 对, 肉馅, 还有这个来自于云南的这个黑大头, 黑大头, 这个是我们是用撇了做的吗, 对, 对, 其实那个市场上我们可以买大头菜就可以了, 对, 北方那边它是拿盐水这个泡发的也可以使用, 然后这个是, 我把它这个切成粒的这种来炒的一个, 然后这个是一个螺丝胶, 螺丝胶, OK, 那食材就是这样, 那我们马上开始加工, 观众, 那这个大头菜, 我看这是不是已经切好了您, 对, 对, 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咸的,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前期的加工, 这个买回来之后是直接切这种末的还是, 这个我们买回来之后是先来水泡, 泡20分钟, 然后再来切成粒, 切成粒之后呢可以泡一个小时, 然后呢它这个把这个盐水把它去的比较淡一点, 然后我们炒制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拿来轻轻的这个煮一下这个水, 现在这个有咸度吗, 有, 有一点, 但不是很咸, 非常清香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大头菜要先水泡20分钟, 去一下咸度, 然后再切成末, 再泡一小时, 就是这个螺丝胶我们要切成什么样, 螺丝胶的话和这个一样的, 然后把它切成这个粒, 那您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怎么切, 这个也是就是给它切成粒, 就是跟这个我们肉末就和这个大头菜这个粒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 它和肉末还有这个黑大头, 然后三者都是一个颗粒, 颗粒状, 为什么叫黑三舵, 因为它是这种三种食材, 都是切的比较小, 然后大小均匀, 然后橙汁这个黑三舵, 还有一种是这个红三舵, 红三舵是, 红三舵的话是加了一点这个西红柿在里面, 哦, 西红柿就红三舵, 那它的炒法是一样的, 炒法是一样的, 公主, 我这刀还行吗, 可以, 这刀可以啊, 想象可以煮一下夹个味啊, 好, 其实这个菜挺简单的是不是, 对, 但是就是非常的下饭, 哎, 蒜的话得把它剁成这个蒜末, 蒜是蒜末, 好,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全部食材, 加工完毕, 黑三舵, 马上开炒, 好, 锅肉, 我们现在把火帮您打开, 好嘞, 这个锅我们其实已经润了一下, 对, 现在是大火状态, 对, 我们下入这个大豆油, 大豆油, 植物油啊, 植物油就可以, 这个油要稍微的多一点, 多一点, 对, 这一步我们先做什么呢, 先把那个肉末把它炒出来, 那这个油温有什么减着吗, 油温的话在六层左右, 六层左右, 现在就可以把它这个火调小一点, 然后咱们这个下入这个肉馅, 嗯, 来, 您把这个给我, 这个肉馅我们基本上是半斤左右吧, 这个是, 对, 200克, 今天呢, 我们的出品是完完全长的黑珍珠一钻餐厅的出品, 其实我们上海店, 是米其林一星和何丁东一钻是吧, 对, 我们深圳店也刚才开, 深圳店是三月份刚开, 三月份刚才开, 红0871啊, 北京深圳上海, 这个肉末已经熟透了,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煸的时候, 锅时候一直开的是小火, 好, 现在咱们把这个肉馅倒出, 肉馅倒出来, 咱们现在就要下入这个猪油, 猪油, 咱们开大火, 大火, 没有时间练猪油的话, 谁可以不放, 对, 然后加这个蒜末, 现在已经是小火了, 好, 先蒜末, 蒜末爆香, 然后这个螺丝椒, 下里头, 然后咱们可以稍微把这个火调到, 因为这个辣椒它大火蒙炒它会碎绿,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火调小, 大头菜, 好, 继续翻炒, 翻炒这时候还是小火吗, 对, 小火, 好, 咱们这个下入这个肉末, 这会儿可以稍微拌匀, 拌匀的话咱们现在开始满胃,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火调小, 这个是老抽, 老抽, 对, 起到一个这个上色的作用, 这个要多少, 来一小勺够了吗, 再来一小点, 那大概是我们的磁烧的半勺左右, 对, 生抽来一勺, 生抽来一勺, 生抽一勺, 生抽一勺, 来一勺, 来一小勺, 来一小勺够了吗, 提了, 好嘞, 然后稍微来点那个鸡粉, 鸡粉再来一点, 鸡粉那我们来四分之一勺够了吧, 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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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满味就是老抽, 生抽和鸡粉, 对, 现在开大火了是吗,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这个, 再加一点老抽, 对, 再来半勺, 对, 炒完出来是一定要有有食欲的那种酱油色, 咱们出锅,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对, OK, 出锅咯, 我这是赶紧要盛米饭了, 郭叔就现在我们的这种状态, 就跟我们店里的出品是不是一样,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锅边的黑珍珠餐厅的, 红粒霸鸡药的黑三舵, 郭叔我这留了一点, 那您还是这边, 好嘞, 我真的是要尝一尝, 这个黑三舵要体现什么呢, 鲜润然后辣香是吗, 对, 来我尝一下, 哇, 是不是特别鲜, 特别特别的香, 而且这个咸淡度刚刚好, 然后这个辣也恰到好处, 那今天我们这个黑珍珠一段餐厅, 我最喜欢的云南菜, 红粒八七一的, 郭叔我和我们分享的这个黑三舵, 成功了,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我们点的关注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郭叔, 我非常喜欢吃,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店里的小锅米线, 小锅米线,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 好, 那我们明天我们来做小锅米线, 嗯, 好,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一直就特喜欢新疆美食, 前段时间刷爆朋友圈的火爆剧集《我的阿拉泰》, 更是让我发现了新疆大厦这个宝藏之地, 一进贵宾楼的大堂, 就看见特色小吃收卖区域, 现烤囊的香气让味蕾立马的振奋了起来, 往里走一点就是大巴扎餐厅, 一问这是北京唯一一个全天候的新疆特色美食, 自助餐厅, 午餐198吧, 晚餐稍微略贵一点, 238应该, 转了一圈, 这么说吧, 您想吃的新疆特色美食, 这几乎都涵盖了, 关键是价格喜人, 说句那啥的话, 要我来, 光是吃大肥腰子就能值回票价, 不限量, 大卫王可以来挑战一下, 因为同行的朋友较多自助餐厅那天几乎全满了, 所以我们选择了二楼的牧师塔格餐厅, 这有二一个包件, 主打新派精品新疆菜, 进门的原品奶茶和新疆空仁制的各种食令水果摆在台面, 看到这我就吃了定心丸, 抑郁风情满满, 这一餐肯定错不了, 摆台也很讲究, 我一眼就盯上了干果六宝格, 伸手一拿才感觉有点不对, 这都是面翼做的, 仿真的程度怎么讲呢, 模仿刘德华的演唱比赛, 刘德华勇夺亚军, 几道凉菜也都十分在线, 枸杞之香波尔塔拉的鲜枸杞, 脆甜多汁, 还有博州著名的苏达小公鱼, 看着不起眼, 但异常鲜美。 樱桃齐豆泥应该是借鉴了大董樱桃和干的做法, 齐豆就是鹰嘴豆啊, 软糯香甜, 突出了地方食材的特质。 醋鱼子马肉焦白也很有特色, 如火腿片般的风干马肉与脆爽的焦白, 尤其般配。 青衣, 恰麻骨, 咸鲜脆爽。 恰麻骨和我们内地的大头菜有点类似, 在当地呢, 据说和羊肉一起炖也特别美味。 大红袍, 白卤后的乳鸽, 麻香与咸鲜之间是一种停不下口的悠长滋味。 沙葱羊肚君真是太好吃了, 除了食材加分之外, 凉拌汁很是绝妙。 特别要说一下这个特色三凉, 据说没有哪个新疆人是不爱的。 凉皮, 凉粉和凉拌的组合真是绝配。 酱汁一焦, 酸辣, 爽口, 开胃, 宴席离不开仪式感, 尤其是在新疆。 游龙剑一米烤肉上来, 真是气势满满。 借于七剑下山山之手的游龙剑, 餐厅特别定制了这把最锋利的剑, 剑饼都是牛骨做的, 上手一拿, 威风凛凛, 有没有。 羊肉选的是巴州玉璃县的萝卜羊, 南坑闷烤, 这一大串得有十斤肉。 来了, 且看我的表演。 是接待贵宾的一个重要礼仪, 尤其领导给大家提一个祝福的酒。 祝大家生活幸福, 万事如意。 祝新疆大厂越来越好。 好。 汤是味上的一品鱼羊鲜, 汤底清澈透明, 一看就是扫汤技法的呈现。 羊汤能做到这份儿啊, 没有丝毫的星山味, 真是地道。 新疆的冷水黑鱼和夏仁做的玫瑰花也是完美。 红柳烤串, 在菜单上叫楼兰风情, 的确很有情调啊。 炙热的火山石上, 是用烤囊的技法做了一个小囊坑。 烤串至于其中, 这也是我吃过烤串里最精致的呈现了。 砂锅青椒酱焗鱼九道黑, 借鉴了粤菜升菊的做法。 九道黑是新疆独有的一种冷水鱼, 学名梭炉。 我觉得今天的烹法更能体现鱼肉的嫩滑 和细腻紧实的质感。 尤其是这个青椒酱, 清新的咸鲜中, 还略带红胡椒的高雅芬芳, 一定要趁热吃啊。 大盘鸡就无需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新疆美食的代表之一。 最初起源于塔城地区的沙湾县, 土鸡软嫩入味, 黄心土豆软糯甜润, 微辣微麻中汤汁满满。 脸巴烤牛肋肉是一道传统菜的升级版, 新疆的优质牛肉和特色脸巴融合, 要的就是一个豪横, 加了核桃仁和葡萄干的脸巴涂上黄油, 二次烘烤后的香, 与后切烤牛肋肉一口咬下, 鲜嫩多汁,酥香悠然, 什么是幸福感? 这一口就是。 石锅巴蜀菇和葱香阿拉泰野生木耳, 都是最具新疆特色的风物。 巴蜀菇只生长于胡阳林山区, 目前还没有人工种植成功的案例, 所以比较金贵, 味道和杨主军有点相似, 但更鲜更嫩更脆爽。 以前只知道兰州的百合出名, 这个砂锅菊百合用的是昌吉的百合, 整枚至于包仔菊烹, 浅浅调味, 软糯香甜里的焦香感, 真的太美好了。 都说新疆是主食爱好者的天堂, 一餐饭三道主食真您敢想吗? 不过您看,精致不? 小巧的口包子同样一口流油, 粒粒分明油而不腻的手抓饭, 肯定要先把羊肉干掉。 过油肉拌面的那一抹花椒油的香气, 绝对是神来之彼。 这餐饭吃完, 我觉得在我心里, 我的阿勒泰已经是一个形容词了。 新疆美食可以完美的如此精致, 新疆大厦就是我的阿勒泰。 下次再来必须要试一下这儿的自助餐了, 到时候第一时间给大家通报。 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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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那么多了。 四边的花椒油和水里有那么多了。 完成。